第五十屆日本众议院大选 二十七日投开票 自民党及公民党所组的执政联盟惨败 国会将形成嘲笑野大的局面 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小权进次郎请辞获准 他指出败选的原因 在于长期存在政治与金钱问题未能妥善处理 并承诺将深入反省 推动党务改革 以回应选民对自民党改变的需求 北韩国防部二十八日透过官媒声称 已掌握日前入侵平壤的无人机 是从南韩边境的白领岛升空 南韩军方对此表示 对于北韩单方面的主张 没有一一回应的价值 今年八月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中 扭曲中共活摘器官真相 并遭研究中共活摘问题的专家 学者律师以及美国政要提出质疑和分析 但扭时并不引用 而显为人知的是 早在大约九年前 扭时就压制拒绝 时任驻北京记者迪宇飞 报导中共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请求 乔治亚二十六日举行国会大选 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 执政党乔治亚之梦 获得了近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 反对党质疑这个结果 逃票观察员通报了严重违规行为 乔治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 呼吁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争议性的国会大选结果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